球員們在球場上你來我往復步相讓 緊張刺激又精采萬分的賽事 為即將在週末登場的大城杯籃球賽解開序幕 為了豐富同學們的比賽經驗 好原巴德大神國中和企業合作 舉辦大城杯籃球賽 今年邀請了來自六縣市拱八隊的甲族男子籃球隊 前來切磋技術 被視為是明年國中籃球聯賽的前哨戰 Amega杯大神的跨縣市的甲旗籃球聯賽 來比賽都是傳統禁旅 當時會想要引進原級企業的資源來辦比賽的目的 就是讓孩子多一些上場比賽的經驗跟機會 也讓很多或許沒有機會上場的孩子也都能夠比賽 今年受到國內疫情影響 球隊進行跨校交流的機會變少 好不容易有久違的友誼賽讓球員們也很興奮 其中第一場比賽 由地主隊巴德大神國中 對上連兩年獲得全國前三個苗栗大輪國中 球員們很期待能和各校高手切磋交流 對自己和球隊的表現也有所期許 你覺得哪一隊比較強會想要拚 狐狸阿他們壓迫很快 防守很強強悍 要拚一點阿不要打到自己就是失誤了才想拚 你是不是蠻久沒打擊 你真的蠻興奮的 對會有點興奮 那你最想要跟哪一隊交流 我也想要跟狐狸 因為他們的防守上壓力很好 然後補防速隊很快 所以跟他們打配學習到蠻多的 對 期許就是先把進去過好 不要再漏人或是放掉怎樣的 因為疫情的影響 然後沒有很多跨線式的比賽可以打 太久沒有比賽了 然後想要跟大家切磋切磋 正常發揮 然後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大神國中校方也歡迎喜歡籃球的民眾 在這週末12月18 12月19號兩天入校關賽 感受久違的比賽現場氣氛 也為這群小小球員們加油打氣 記得劉雨婷 台灣報道